第一届海军装备腐蚀控制及新材料发展论坛,日前在京举行,250余名与会人员聚焦海军装备全寿命管理,探索以军民融合方式,加强军事需求与新技术,新材料研发相结合,解决装备腐蚀控制的急耐现实问题。 提升海军装备完好性和代行率,论坛由海军研究院某研究所牵头,中国海洋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,中国新材料测试评价联盟联合成本,论坛以腐蚀控制,材料检测鉴定,及先进材料发展为主题。 据海军研究院某研究所研究员曹经一介绍,腐蚀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,海洋装备腐蚀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,海军装备腐蚀控制技术,使军民通用技术,其技术发展与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密切相关。 军地必须加强各型装备层面的资源、人才、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共享,推动先进材料和材料分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,形成军民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。 据悉,海军将以论坛为平台,开展海军装备腐蚀与防护工作顶层设计,建立并完善能适应海军装备全寿命的标准,技术和管理体系。 开展专项科研,评估,验证试验公馆,加强海军装备腐蚀防护新技术,新工艺的基层化研究与应用,提高整体舰船装备的腐蚀控制水平,陈国全、张俊。